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凉凉 短视频获盈重磅新规 今日 据国内媒体报道 12月15日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 协会组织有关短视频平台 对2019版细则进行了全面修订 相信经常看短视频平台的同学 这些视频时长大多只有2到5分钟 并配以花式字幕进行注视 号称能以最短的时间 让网友们看完相关影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4月份 有51家影视公司 五大长视频平台及影视行业协会 发出联合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呼吁 广大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尊重原创 保护版权